林源泉在今年7月11号离职之后 他在7月14号这一天 买了这个实资费跟特资费所买的这个酒 从杂粮基金会的办公大楼 玉林大厦 这个抽象者讲得还蛮清楚的 他从这个杂粮基金会运回林源泉云林台西的家中 这个寄东西的这个备注还清清楚楚的写 就是写冀董事长的东西回台西 更离谱是什么 我想知道这件事情之后 我想我发文给经济部国贸署 要求提供资料来说明这个林源泉的这个 任内购买的这个酒的数量跟剩余 我们这个经济部给我的回文 上面是说本署未持有相关资料 如果都没有相关的资料 我不知道前面这个查核报告是怎么做的啦 不是说2022年买了130支嘛 所以我想国贸署这边应该是我的推测啦 应该是要有相关的资料的 所以我还是会再度呼吁我们经济部的王美花部长 要出来讲清楚为什么经济部国贸署要这样子来包批我们资料基金会 经济部在7月6号来基金会进行全面的业务查核 就明确的建立啊基金会要落实这个控管库存的酒类跟茶叶的数量 到目前为止基金会没有在进行采购任何的酒类酒品 也没有在买茶叶 到目前为止我们所库存的数量也没有减少 零年前先生他在7月7号董事监事会议上面辞职 离开办公室之后啊就没有再进办公室了 这个打包箱有的是拿这个装酒的箱子来做打包 但是里面不是这个库存或者是公款买的这个酒品 他的回物是八箱的东西已经寄到他家了 到目前刚好他也没有打开过 啊如果大家有疑意的话 他也同意马上将八箱这个原封不动的寄回指定地点 或者会从律师到大家去开箱他都同意 从瑞ша拿上构可能认いました 陈打赛 利品 并 Loch 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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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ہ